经典上讲一件事情说 说有一天一个伯罗蒙外道 就在阿兰尊者要去脱坡的路上 就遇到了阿兰尊者 他就考验阿兰尊者的心灵的关照力有多强 这是佛陀的地址 四者 他说阿兰尊者请你看看前面的大树 是非常大的树 你一个手抱不起来的大树 请你告诉我这棵树有多少树页 阿兰尊者马上告诉他 这个树有多少树页 但他外道没办法判断是对是错 外道到晚上的时候 要偷偷跑到树上 拔了三个树页下来 第二天 他又在阿兰尊者经过的地方 又在等他 他又问阿兰尊者同样的问题 请你告诉我尊者 这个前面的树有多少树页 他的回头刚好是前面的树木 减掉三完全一样 所以阿兰尊者不可思议 所以你看阿兰尊者是凡夫 正常的凡夫是没有这种心理的 他看出这么大的树 那么密密麻麻 他那个心理的力量 能够有这么大的关照 所以金刚经说得好 金刚经说 你怎么判定一个菩萨的贤圣 一切贤圣怎么判断 因为我们凡夫 他也会显身动 他也会显身动 他长得像好庄严 他也像好庄严 你没办法 我们一般人没办法判定一个菩萨的本门功德 只有一个方法 金刚经说 一切贤圣以无威法而有差别 就是他心里的关照力 因为你成就的法身越严满 你那个心性的开展 就更开阔 你在关照的 你的动画众生 你看事情的浅身 你对于整个时空的判断 更精准